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雖然美國總統大選的選後爭議 至今都仍然未曾解決 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 就沒有半點放軟手腳的跡象 根據《華爾街日報》引述的 白宮高級官員消息所說 就說特朗普的第一屆總統任期 雖然剩下兩個月 但是仍然會繼續推動對華的強硬措施 包括建立一個 由西方國家組成的非正式聯盟 這個聯盟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當中國嘗試利用貿易的實力 去脅迫其他國家利益的時候 這個聯盟 就會聯手地對中國作出反制 究竟是什麼刺激得到特朗普政府 要組成這個聯盟 這位白宮高級官員說 澳洲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曾經呼籲要對武肺的疫情源頭 作出調查 事實上澳洲外長佩恩 又真是在世衛大會之上 作出過相關的動議 而且他還成功說服得到 非洲聯盟的五十多個國家 去支持他這項動議 最終通過了 最後世衛查成怎樣 另一回事 起碼 這位澳洲外長佩恩 有提出 當然 這樣搞法 大陸方面肯定不高興 因為你 使得非洲國家 竟然支持你 變相 好像一種賭歌的感覺 這位高級官員就說 在後來中國就隨即向澳洲實施了經濟壓力 包括要限制多項的澳洲產品進口 例如牛肉和紅酒等等 這件事就直接是趨生了特朗普政府 要推動這項的計劃 究竟這項計劃具體來說 細節是怎樣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華爾街日報》所說 這項計劃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行動 當中國是試圖以驚人的經濟脅迫手段 壓制其他國家屈服和就範的時候 西方社會就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體系 聯合來分攤 中國脅迫式外交所帶來的經濟懲罰 並且抵消因此而產生的成本 這項計劃還提到 如果中國在日後 杯葛某一個國家貨品進口的時候 這個西方聯盟就會同意購買 給中方所抵制的貨品 或者向這個國家提供補償 並且就著中方所造成的貿易損失 對中國加徵關稅 如果這個計劃得到實踐的話 中國這一波就很嚴重了 因為特朗普在過去所發動的美中貿易戰 雖然對中國的經濟已經產生了一定的衝擊 但是畢竟 這個貿易戰 只不過是牽涉到 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直接貿易額 雖然中國的確失去了某部分的美國市場 但是他仍然能夠 借助在其他國家開拓新市場 來盡量抵消這個影響 現在特朗普失驚無神 就說要推動這個西方聯盟 如果是搞得成的話 大陸肯定是會很頭痕 顧名思義 入得這個西方聯盟的國家 肯定就是那些以發展國家 經濟發達國家 在這個全球經濟體系排名裏 前二三十名的國家 大陸很喜歡玩一套的策略 就叫做逐個擊破 正如這一名的高級官員所說 澳洲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典型例子 現在大陸就對澳洲採取了很多反制措施 其實無非就是想利用經濟的手段 來改變澳洲的態度 如果現任的澳洲總理莫里森 他是要站硬的 不肯就範不肯屈服的時候 那些被中國的經濟手段 所影響到的澳洲行業的 從業員 可能就會改變投票意向 因為他們會覺得 莫里森這樣搞法 對華太強硬 搞得自己的生計也有問題 或者賺少了 他們就會將選票投給工黨 因為工黨就是傳統上都比較親中一點 現在特朗普就說要搞個西方聯盟出來 成員國之間就會互相幫助 其實就是會使得 中國 他的所謂經濟反制措施 是無效化的 因為其他國家願意來分攤成本 當然特朗普有建立這個所謂西方聯盟的想法 某程度上都可以反映得到 其實他是會顧念那些 願意在外交政策上 和美國同行的國家 例如就是澳洲 其實在很多外交議題上 澳洲都是緊跟著美國的步伐 只是說香港議題 美國說要展開這個救生艇計劃 澳洲就已經很快 在五眼聯盟國家當中 他都算是很快 他就是 公佈了一些細節出來 不限年齡地開放香港人去澳洲讀書 在畢業以後 做多兩三年就可以申請入籍 其實這個就算是不錯 因為就算加拿大方面 他們都有一個年齡限制 澳洲方面就沒有的 你肯去就可以了 其實那些學費不算很貴 比起英國和加拿大來說 特朗普這個理念就很宏大 但是 現在他第一屆的總統任期 只剩下兩個月的時間 而下一屆哪一個來做美國總統呢 到現在還是沒有一個終極的結果 所以 其實大家就會預計得到 很多西方國家 就會對於這個所謂西方聯盟 只是抱持著一種觀望的態度 他們就肯定不會在這個時刻 表態 說要加入這個聯盟 因為一旦是由拜登上台就任總統的話 他在外交路線上肯定就會轉向 一轉向的時候 這個西方聯盟就不用搞了 即時就完結了 如果那些國家 在現在這個時刻走出來表態 到時肯定就是會被中國特別針對 因為這個西方聯盟的原意就是針對中國 所以那些國家 在看清楚形勢之前 肯定就不會向這個西方聯盟壓住 只有當美國的局勢開始明朗化 特朗普能夠成功連任 那些國家才會慢慢再考慮 如果西方國家在這個階段強出頭的話 不但可能會被大陸方面針對 而且拜登也未必會撐這些國家 因為這個西方聯盟的概念 不是他想出來的 所以多一時就不如少一時 歐洲總理莫里森 他今天就否認了 澳洲是會聯美抗中的 他就希望中美雙方能夠降低敵意 而且他還說 澳洲是不想被迫在兩個大國之間 選一邊來站 他就促請中美兩個大國 應該要給予他這個小國 更多自由和空間 來順應他的自身利益 他說只要避免出現兩極分化的新時代 其他的小國和大國打交道的時候 這些小國的自身利益 就能夠得到重視 他其實就說得很保守 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他都不知道 美國大選的爭議到最後會怎樣 如果是特朗普連任 當然對於澳洲來說就好地地 但是如果拜登上台的話 他的對華政策肯定是會有所轉變的 所以澳洲總理這番說法 他也是為求自保的 最後就說一下 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他到訪了越南和菲律賓 他強調 會在對華問題上力撐這兩個國家 而且他還重申 美國對台灣的承諾不便 警告中國如果想武統台灣的話 將會面臨著嚴重的後果 我相信澳布萊恩到訪 菲律賓和越南 就是罪翁之意不在走 如果說他要 針對中國的話 隨便找國務院發篇聲明 都可以 為什麼他要故意 有一個安全顧問到訪這兩個國家 無非就是要向這兩個國家表達出 美國在對華問題上 跟他們的立場 或者是利益是一致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做好了兩手準備 一旦拜登上台的時候 他就會踩地雷 因為拜登肯定就不會安排官員 去做這些事 拜登所選的 所謂國務卿的人選 布林肯就已經說過了 說拜登在南海議題上 就傾向在現有的 國際組織框架裏面解決 要通過外交的手段來解決 那就是重回歐巴馬時代 通過對華來解決這個分歧 那就是說 特朗普現在所做的事 一定不會做的 所以現在特朗普 再做足一點 這樣就會使得這些國家 感覺到一個落差 為什麼特朗普要選菲律賓和越南呢 因為這兩個國家在南海的議題上 和中國的主權爭議是最多的 如果真的由拜登上台 而他在南海問題上是放軟的話 這兩個國家很有可能 就會感覺到 到底拜登和他們兩個國家的 利益步伐是否不一致呢 甚至乎是被拜登出賣了 如果他們真的這樣想的時候 拜登就會失去了解決南海的主導權和正當性 所以特朗普其實現在每一步 他都是安排好了 就算是最差的情況 拜登上台 如果他是要轉向的時候 基本上他都要踩很多的地雷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